好,來到第二節了 談談安田紀念菜 這場1600米 港隊有兩隻去跑 自由和剃造美麗 兩隻馬的性能完全不同 這條路… 這條路是怎樣的,對這條馬來說 你問我,亦是跟葉宗打比一樣 其實大家都看過很多戒安 我想大家對東京勁馬場 都真的鳥如指掌 即使未去過現場 也會看過這麼多年 會知道跑法應該是怎樣 600多米的直路還要暗斜上 所以以往你看到香港跑得好 例如靚蝦王、牛精福星 都是爆上來的馬 所以我會覺得單是這對馬的比較 也應該會自由調校體重美麗 跑法方面會有一點好處 況且如果你問我 我會更喜歡自由的原因 就是它不單是後追馬 事實上,因為之前跑了2000 甚至2400米 氣量方面完全沒有問題 通常這些馬在東京勁馬場 只要它能克服上斜的問題 因為上斜也未必要靠後追 就一定可以上斜 所以這件事… 要懂得上斜 對,要它本身的爆發力足夠 這樣才可以 不過我覺得以自由在香港的表現 它的確是一隻爆發力很足夠的馬 我也覺得它能夠適應的機會很大 問題就是這隻馬都只有健康 看它今季 健康似乎影響它挺大 是一直的表現都跑不回來 不過問題就是 方家柏也不是沒試過 有這些馬可以回來 兼顧在遠征的時候回來 綠色進威就是最好的例子 究竟是否在這個季中 它沒有太多用過力 反而益了它 到現在可以用得回來 也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通常我覺得 它跟天狗和丈天狗 都比它還要數跑得好 應該也是這樣 現在如果存在一段氣力 柏寶跑,東京勁馬場也很熟 劉晶福聲多在手上贏 對比剃造美麗 我覺得在跑法上也會比較好 因為剃造美麗最擔心的一件事 看回這次其他參戰馬陣容 有馬,即是有馬在他前面走 甚至比他的馬也有 回來站起來前鬥 在東京勁馬場的直路上斜前鬥 是會幾時抵抗的一回事 其實在他上年去跑的時候 也看到這回事 甚至是放頭也有機會放不到 所以對比之下 自由很能夠為港隊爭光的機會 應該是高過替造美麗 況且你要看替造美麗的賽職 在香港大部分時間… 即是長期都是獲得獎金 唯獨有兩場獲得獲得獎金 就是遠征那兩場 可能這款馬… 遠征之而出 可能會令他的實力打折扣 如果說開賽職至好 就對了這場一定要光顧 坦白說,是卡拉卡拉的 一場好,一場好 馬上倒是那場 這場應該是 而且這款馬… 實在你要尊重它 可以長期爆出21秒的那士 假設東京競馬場適應到 他真的有機會衝上來 對,而且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跑安田跑 你根本不需要擔心這個步速問題 不用怕 不用怕,會移到慢步速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對自由好更加有利 看看這款馬這次的活動 希望他能夠跑得上迫勁飛步的那場 因為迫勁飛步的那場 他最後做得很厲害 之後那場再沒有表現 相隔了一場 但他中間亦沒有付出很多體力 平薄 如果體力在這裡 有機會威脅 我們還是要再用到 不然而不平靜 有機會 我們等於 加速中間都會失敗 我們不失敗 我們也要在這裡 我們不再用 我們不然而不然 不然而不再用 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